這個就是一個最終的Leadership 就是你令到和你共事的人或者你的同事 因為這個出現 他見到一些他之前沒見到的東西 有時候我們一班朋友走在一起 我們就會談談究竟怎樣可以做一個更好的領袖 今天有8點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怎樣在未來的日子做一個更好的領袖 第一點就是你的創造力你的創造力 這個很重要 如果我們作為一個領袖 我們沒有一個想像力或者一個原創力的時候 你覺得你的團隊會怎樣 所以第一個就是你究竟你的創意 你有沒有限制你自己想的事情 你有沒有限制你的團隊想的事情 如果你沒有限制你自己的團隊 你可以給你的想像空間 是可以無緻地發揮 你發覺你的事業 你的人生 你那個公司的發展 是會快很多的 是會快很多的 第二點 就是你那個的 遊說力 我現在都在遊說你 public speaking是有遊說力 當你明白是怎樣做一個遊說力強的人 你發覺你和你身邊的朋友 你的同事 你的家人的關係會好一點 你的銷售會做得好一點 所以這個遊說力很重要 尤其是現在社會上 有時候我們要出去談很多交易 對嗎 在交易的層面究竟是你被人帶著你 還是你帶著人 所以這些技巧一定會學的 好嗎 第三點就是合作 好了 現在你和你身邊的人 或者你這間公司和外面公司 有沒有一些collaboration 還是你打算一個人是玩了 如果不合作的時候 你會發覺你所看到的東西 或者你的影響力 會比較少 所以現在你看看你身邊 有沒有什麼機構的人 一些公司可以跟你合作 好第四點 就是你的適應能力 剛剛過了你一年 你有沒有發覺整個世界是不同了 是不是現在怎樣和人溝通 那時候我是做很多的巡迴演講會 但是現在呢 沒得做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有疫情問題 所以如果你是 你是處理不了 你adapt不到 現在發生了什麼事 你還想著一個舊的方式 來繼續營運你的人生 你的溝通方法 或者你的生意是不可以做的 所以第四點 一定要你那個適應力要很強 第五點 你的EQ 都要強的 因為作為一個領袖 你知道 你會管理是 完全是很多不同的人 但是如果你不懂得 怎樣和人溝通 你的EQ不夠高 剛剛 你發覺說兩句 你已經和人溝通不到 那怎樣做領袖 做不到 所以你的EQ一定要夠高 去到大陸點 或者一個Follower 他說 你可不可以激勵一下我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領袖 難道你還要身邊的人激勵你 所以第六點就是 你的Self Motivation 你怎樣激勵你自己 因為我們不可以期待著 我們坐在那裡 叫員工 Peter進來 老實什麼事 進來激勵一下我 那Peter就問 老實你今天是不是傻了 作為一個Leader 記住我們怎樣激勵自己是非常之重要 好了 第七點 你的時間管理 每天只有24小時 好 你怎樣用時間 你發覺很有趣的 全世界最窮的人 和全世界最有錢的人 他有一件事是非常之公平的 就是每個人都只有24小時 是不會多不會少的 但是如果大家都一樣的時候 為什麼有一班人是這麼窮 一班人是這麼有錢的 其中一個的分別就是 他們怎樣運用其他時間 所以哪一個運用時間 運用得好 哪一個就贏 看看現在你身邊或者你自己 有沒有一些時間 你是流失了的 浪費了 看看他 如果大家的能力差不多的時候 但是如果你的對手用了時間 給你好 那慢慢的時間走下去的時候 長時間之後 哪一個贏 一定是對手 但是反過來 如果你用時間 你用得精 你用得精準 最後贏那個會是你 好了 第八點 Story Telling Story Telling 意思就是說 你可不可以有一個能力 令到你的同事 或者你一些身邊的人 是當他聽了你所說的的時候 你可以是令到他們 是想作出某個行動的 這個就是一個最終的一個 的Leadership 就是你令到 和你共事的人 或者你的同事 因為這個出現 他見到一些 他之前沒見到的東西 或者他不相信 這個發生 但是因為他跟你說完之後 他經過你的眼睛 他見到的世界 原來是這麼大的 OK 這八點 我相信是可以令到 你令到我 作為一個更加好的Leader 記住現在 執行下去 OK 那我們下次再見 各位做網上教學 導師 或者顧問的朋友 如果你想知道 怎樣將你的生意 可以做得更加大 去得更加多的地方 以及幫助更加多學員的話 你看到下面有個兒子的 我就會和你分享 究竟在網上 怎樣將你的教學事業 可以做得更加快的 三個非常重要的原則 按進去 不要殺了你的機會 將你現在所認識的知識 幫助更多的人